NAD加Direct 那这款产品为什么我们也会把它放到我们的免疫力里面来呢 因为刚刚其实给大家也讲了 对吧 我们的免疫力想要发挥作用 无论是你的自吻的作用 还是你的提高这个监视的作用 还是对于你身体一些抵御外来物质一些作用 其实大家都会发现最后有一个底层逻辑是什么 就是你的很多免疫细胞要发挥作用 你的免疫细胞得工作 那同样是细胞 你别的细胞需要能量 你的免疫细胞同样也是需要能量的 无论是我们的NK这样的自然杀伤性细胞 还是我们的吞噬细胞 还是我们的白细胞 那这些细胞其实都同样的需要有能量 细胞如果需要能量 自然而然也就需要有NAD加 那我们来看看 细胞的能量 李老师听不到你的声音哦 我刚刚好像掉出去了 我现在可以听到吗 可以了 好的好的 好那我们继续来回到我们这个细胞能量这一块 但我们刚刚所讲的 其实我们人体就是由不同的细胞所构成的 比如说有脑细胞对吧 能够让你不断的去思考 我们还有我们的视觉细胞 让你能够看到外面的大前世界 我们还有嗅觉细胞对吧 你可以闻到香的臭的 还有我们的比如说神经细胞 能够让你有很好的反应能力 还有很多的习跳反应 那这些细胞正是因为有了足够的能量 它才能够发挥作用 对吧 那细胞的能量充足了 它就像是一个活力满满的小太阳一样的 持续不断的开始工作 那一旦细胞能量不充足呢 就会像是一个黑洞一样的 死气生生 什么能力都没有了 所以想要保证我们的细胞能量 你就要知道什么东西能够给我们的细胞 来提供能量 提供能量 所以呢我们看到 实际上给我们细胞提供能量的 这个核心的这个物质 或者说这个工具 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叫做NAD加 叫做这个工具 我们称之为NAD加 原料大家都知道 对吧 给细胞提供能量的原料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饮食嘛 对吧 你早餐包里面的蛋白质 你早餐包里面的碳水化合物 你早餐包里面的这个脂肪 这些东西是给我们细胞来提供能量的物质 但这些物质是需要NAD加 去把它给转化的 你只有转化完了之后 这个物质才能够变成 你人能够使用到的能量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 大家是要理解清楚的 那其实NAD加在我们食物中 有没有呢 其实是有的 比如说很多这种酵母的发酵类食物里面 它是可以有NAD加的 包括我们说还有很多牛奶 还有像我们看到的牛油果 包括绿色的青菜 像菠菜 还有小白的菜 这些里面其实都有NAD加 只是说 你想从这些食物中去获取NAD加 特别难 为什么呢 第一个 本身来说 这些食物里面的NAD加是有 但很少 没有那么多 其次 它这个NAD加 即使被你通过口腔吃进去之后 它可能也很难 真正到达细胞 因为在你的消化系统里面呢 这么强酸的环境 那么强碱的环境 就把它给怎么样 活力给损伤了 它根本就不能够到达你的细胞里面去 那谈何来发挥作用呢 是吧 所以就我们所说的就是 即使从食物中所摄取到的NAD加 进入了你的身体 你也很难让它真正的去发挥作用 那我们人体呢 其实随着我们的人体的不断的 这个年龄的不断增长 你身体里面的NAD加呢 也成了下降的趋势 NAD加的下降 也就导致了我们身体里面的很多能量 也就很难再去转化了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当你年轻18岁的时候 你吃两碗米饭 你怎么都不会胖 因为你身体里面的NAD加 把你吃的米饭 直接都转化为了能量 你可以在球场上面 跑来跑去的 对吧 打篮球 踢足球 你会发现 能量都用完了 但是当你在48岁 在58岁 甚至68岁的时候 你会发现 别说两碗米饭了 我一碗米饭 我都吃不下去 为什么 因为这些食物 你吃进去你身体里面之后 没有工具 把它去转化成为能量 没有东西用了 所以你这个东西怎么样 就但身体里的囤积下来了 它就变成了 可能变成了肉肉 就长在你的手上 长在你的脸上 长在你的腿上 长在你的各个部位上面 所以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即使 即使你吃了再多 依旧没有办法 让你的身体 活力满满 精力充沛 就是因为没有NAD家 把这些东西来进一步的去转化 那同时呢 NAD家能够除了给我们的身体 来提供能量之外呢 我们会发现在2022年 就是在今年 已经有非常多的学术期刊 就是很多的文献 就报道什么呢 就报道 NAD家的提升 其实对于我们免疫来讲 是有非常好的帮助的 那我们主要是针对什么呢 就是来针对现在当下 这样的一个叫做 疫情环境 疫情环境我们都知道 很多人都是因为免疫力太低 就被这个新冠病毒所感染 而且大家都知道 就是新冠病毒呢 这个病毒 它现在的整个 怎么讲 这个演变趋势啊 它开始变成了 这个传染性变得越来越强 从最开始的 我们叫做新冠病毒 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代啊 一代 到现在的奥密克戎的五代 这样的一个不断的 这个演变历史呢 它的这个传染性 是变得越来越高了 越来越高了 虽然你会听到 现在这个致死率在下降 但是传染性会变得越来越高 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这个机构都会在估计 就是 这个新冠病毒 它很有可能在今后的一段时间 很有可能它会和像 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感冒啊 发烧啊 就会变得比较的常见 可能再往后走 可能真的就是 你很容易被这个病毒所感染 但是我们想说的是 这个病毒的感染 它还有别于感冒核发烧 你说感冒核发烧吧 我这次好像得了 我可能就慢慢的恢复了 我身体的免疫力能够扛过去 我自然而然就好了 但是新冠病毒好像你一定要去治疗 就从目前的阶段来看 你是一定要去治疗 而且你治疗好了之后 还有可能对你的身体会造成一定的叫做副作用 我们称之为叫做后遗症 那这个后遗症呢 可能就跟你的呼吸道啊 跟你的肺扩量啊 跟你的这个上呼吸道这个免疫力啊 可能就有直接的相关 所以这种情况下 它又有别于普通的这个感冒核发烧 所以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 咱们能够做的就是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不要让自己被一个 可能以后和感冒发烧相提 并论的常见的疾病给感染 因为它会产生后遗症 那通过补充NAD加 它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能够通过提高免疫力的这一个层面上来讲 让你还没有感染这样的一些疾病的人群 能够远离这个疾病啊 这是第一层解释 第二层解释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万一啊 很不幸 你此时此刻你的免疫力确实下降啊 也被也被这个新冠病毒所感染了 那我们还相信 那我后那会不会产生后遗症呢 那通过来补充NAD加 可以很好的减少你这些叫做后遗症的发生概率啊 所以这里总结一句话叫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还没有得病 那通过补充NAD加可以提高你的免疫力 让你能够尽量的不得病啊 如果你得病了 也可以来补充NAD加 来减少这些疾病之后的后遗症的发生概率啊 所以这个大家是一定要理解的啊 所以无论是好的啊 还是不好的 NAD加对你来讲都是有帮助的啊 都是有帮助的 好 那我们再看看 NAD加除了能够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之外 那他还有哪些是可以我们生活中啊 那些疾病的或者说这样的一些免疫力是极其相关的呢 第一个是我们看到的皮肤的衰老啊 这里看到的比如说你的眼角的这种皱纹啊 或者说是经常会出现的一些色斑呢 还有一些我们说的暗沉呢 甚至是这些黑色素的层积等等这样一系列的问题 包括我们说很多女生或者说到了更年期 他会有一些内分泌失调啊 还有一些比如说这种磁性激素的紊乱 所爱会导致甚至是一些这种更年期的问题 还有有的人可能老年人一到下雨了 这个关节就会出现一些炎症出现一些疼痛 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脂肪代谢三高啊 还有一些糖尿病等等这样一系列的问题 包括有的人会说我感觉我好像吃了之后 我的这个酒量都变好了啊 那这个可能对于节酒啊 它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喝酒本身来讲 就是你身体里面这个没的能力的一个体现嘛 当然我们这里还是说的啊 就是不要觉得说我们的NAD家可以很好的 能够怎么讲就是能够改善这样的一些身体的压健康的状况 那我们就可以该喝酒喝酒啊 该熬夜熬夜啊 这些也是不对的 我们说保健品保健品 它保健的是什么呢 保健的可能是你的一个健康的身体 那前提还是就是你身体得要有一个健康的习惯 有一个良好的作息 然后你再用这样的一些保健品 才能达到一个叫做事半功倍的作用 不然的话你你吃着NAD家结果你依旧去熬夜 依旧去喝酒 那自然而然这个效果也不会和普通人一样那么的好啊 也会有也会大打折扣的啊 大打折扣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VRNAD家的特点是什么 相比较市面上很多其他的这个NAD家来说呢 那我们其实最大的一个核心特点就是我们是一个叫做直接功能的一个补给特点 什么叫直接功能呢 就是很多其他品牌他们也叫NAD家啊 也叫给你的细胞功能 但是这个功能我们说什么 它是要转化的 就比如说我我就比如说我我送给你一个钻石吧 但是我送你的不是钻石 我送给你的是钻石的一些原石 可能给到你之后你还要不停的去在机器上去打磨去加工 给我们造成很大的负担 最后才能得到一个小小的钻石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身体可能没有那么高的转化效率 你在转化的过程中也没有那么高的一些这个时间给你去转化 你可能就就没有了啊 所以看似你补充了一些NAD家的前体物质 但实际上能够真正的变成NAD家 在你细胞里面它会作用的少之又少 而我们违法的NAD家Direct是直接就是NAD家 你吃进去了你就能直接的给你的细胞补充能量 那为了解决我们的一个吸收问题呢 我们的给我们的NAD家穿上了一些非常特质的衣服啊 我们这件衣服呢称之为叫做ADT纸质体技术 那这件衣服就能够保证我们的NAD家 在整个消化吸收过程中不会被周遭的环境啊所影响 同时呢我们再搭配了我们这样一个PQQ 以及我们的UA两个这叫做什么讲 应该叫组合成分啊 从来打通我们这样的一个叫做双循环结构 双循环结构 那我们看到啊 PQQ主要打通的循环是什么呢 PQQ打通的循环就是我们这个NAD家的一个叫做体内再生循环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NAD家它它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它就会产生一些废弃物就像是呃我们城市里面的工厂发电厂 对吧 你发了电之后可能会从烟囱里面就会产生出一些黑色的烟来污染这个城市 那PQQ是什么呢 PQQ就是把这些烟啊收集起来 然后呢再一次的把它转化成为我们NAD家的这个原材料啊原材料 所以呢就可以让你的身体里面的NAD家能够持续性的循环再生 所以你看起来你可能只是吃了4毫克的NAD家 但实际上它可以不断的转化不断的转化让你的身体里面如果没有损耗的情况下 可以持续性的都拥有着4毫克的NAD家 那其次的第二个循环呢就是我们看到的UA这样一个循环 UA主要循环的叫做线粒体循环 线粒体呢我们称之为我们细胞的能量工厂啊 一个细胞如果想要有能量满满想要有10克充足的这个能量供给 那你就需要有10克充足的这个线粒体 那线粒体用久了它也会生老病死对吧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效率就会下降了 下降的线粒体就没有办法持续性的工作 也就无法持续性的给你的细胞来提供能量 所以呢UA的作用是什么 UA的作用就是让你那些还能够工作的线粒体 我给它修一修补一补 让它能够持续性的发挥高效的功能 如果已经不能修了啊 这个东西UA一看不行了 你这个线粒体也在在工作 只会拉低我们整体的这个效率 它就会直接让线粒体进入一个叫做自视循环 让那线粒体直接死亡 腾出位置来让新的线粒体啊开始来工作 这是我们所说的不要站的这个位置 然后你又不去工作啊 所以呢我们启动的叫做线粒体的新生循环 第一方面修复那些有一点小损伤的线粒体 对于大损伤已经无法再工作线粒体 我们直接让它启动自视功能 让它进入死亡程序 腾出新的位置来把这个原材料给到新的线粒体 所以能够保证我们每一个细胞里面的线粒体 这样的一组结构 这样一类物质能够怎么样 持续性的高效的给我们的细胞啊 来提供能量 来提供能量 好 那我们看到了除了有我们这两个呃 循环这三个物质之外呢 我们还额外的给大家添加了像烟酸和海洋多泰 那这两个物质呢 其实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这个 NAD加能够更好的透过我们的细胞膜 进入到我们的细胞里面来 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能够直接的被我们人体的细胞所吸收啊 所以呢我们整体的 Viva NAD加Direct里面就有这五个核心的物质啊 分别是我们的酵母菌萃取精华 还有我们的石榴萃取精华 以及欧禽萃取精华 还有我们的烟酸 以及我们的海洋多泰啊 这是我们这五个核心物质 当然我们说五个核心成分 其实是NAD加UA 以及我们的PQQ啊 PQQ 好 那我们看到呢 实际上呃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呢 我们也是获得了我们非常呃 精准的这个叫做DRT的一个技术认证啊 那这个技术认证呢 其实也就是通过我们刚刚所说的 我们的直质体技术 还有我们的细胞窜透态 以及我们的媒介导技术 让我们的NAD加 直接的被我们的细胞所吸收 达到直接功能 同时呢 来通过PQQ的添加 以及我们UA的添加 来加强我们体内的NAD加体内循环 以及我们的线立体的新生循环啊 新生循环 那这款产品其实在上市之前呢 我们已经通过了两年的呃 临床反馈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表啊 两年临床反馈里面 基本上来说 基本上来说 就是只要是用了NAD加的 你的疲劳感是一定可以改善的啊 一定可以改善的 什么叫一定可以改善的 就是我们讲为什么人会疲劳 其实大多数的疲劳都是你晚上睡不好 或者说你晚上睡眠质量太低了 每天早上可能就是真的是爬起来 爬起来了之后呢 精力就特别的差啊 就那甚至是闭着眼睛在那里刷牙 漱口洗脸穿衣 最后出门的时候 好不容易睁开眼睛看看路啊 这种情况下 就是我们做的疲劳感特别强 当你在使用了NAD加之后 你的睡眠会更加的规律 你的疲劳感 其实就会得到一个很大程度的改善啊 当然对于有些部分人群 有些人可能本身来讲 他的肠胃不太好 消化吸收功能也不太好 甚至是有一些血糖的问题啊 肝脏的问题啊 胆囊的问题啊 那这些都是可以通过NAD加来进行补充的 当然了我们也说了 并不是说你吃了一颗 吃了两颗 你就会得到一个很明显的改善 因为你身体的那些隐患啊 那些病灶 其实都不是一天养成的 可能都是你三十年四十年 甚至五六十年慢慢积累的 那你想把这些问题再解决 其实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啊 营养品毕竟和药品不太一样 药品就是什么呀 来治疗疾病的 针对你这个疾病 我们来起到治疗RNAD加呢 RNAD加我们讲它是个扫描仪 它是要找到你身体里面的那样的一些隐患 然后慢慢的去改变它的功能 能够提高我们身体的一个叫做自我修复功能 让它慢慢的去恢复成健康啊 恢复健康 那我们这种产品呢 其实在整个生产加工过程中呢 呃也是在这个TGA的标准下啊 去进行的生产的 TGA的标准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这边看到啊 它就是这个澳洲最高的一个制药机构 那有的人会觉得说啊 那这个到底有多高 对吧 最高到底有多高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它下面的这几个 我们的这个FDA以及GMP以及HUSB 那GMP可能是大家听到的比较熟悉的啊 我们的这个药品生产管理规范 任何一家药厂 你想要经营是必须要通过GMP标准的 而GMP的标准实际上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了 它会从你整个这个药厂里面的厂房的建设 包括我们所有生产的一些工艺流程 以及我们生产场地的一些卫生环境 以及每一批药物在生产过程中 我们所做的抽检的报告 都会做一系列的规范和标准 同时对于我们生产里面所有的工人都会有一定的要求啊 所以GMP已经是一个非常高标准的要求了 当然在GMP之上呢 还有FDA这样一个美国公认的最严苛的食品医疗领域的一个精管机构 那TGA是什么 TGA是凌驾于GMPFDA更高标准的 大家都知道澳洲本身来讲呢 对于这些标准的严格管控是非常严格的啊 一般来讲呢 我们都知道澳洲的保健品的品牌特别多 而且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就是因为他们所生产的这个不不不单单是说是只是对这个产品去进行检测 可能对这个产品的这个采购从最早的从哪里来的 以及来了之后 我们对这一批的产这个原材料 我们要去看一下它符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包括我们说它的生产工艺啊 它的包装啊 以及它的整个生产线流水线 我们都要进行一系列的规范啊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TGA可以理解为是我们现在全球最高的这个药品生产管理机构 而我们的这个NAD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啊 去生产去生产的 所以对于安全性和对于这个规范性上来讲 大家是完完全全可以放心的啊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获得了百分之百的这个澳洲制造 大家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原材料啊 它的这个标准都是在澳洲的这个标准下去生产的 同时我们还获得了1000万的这个澳元的投保 同时里面也是不含有任何的肤质 不含有大豆成分 也是没有任何的转基因的这个食品的 那好 那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这款产品的一个总结啊 总结首先我们这款产品呢 它是直接补充NAD家 就是说它和市面上很多其他的这种前提物的补充 从里面的核心成分上来讲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为了配合这个直接补充呢 我们还添加了PQQ和UA 来打通我们的NAD家的体内再生循环 以及我们线粒体的新生循环啊 这两个循环也是我们的一个配物组合啊 所以呢 这三个成分是我们这个里面打 直接功能和打通循环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 同时呢 在技术方面呢 我们还有ADT 以及我们的3A 以及我们的DRT这样的一个技术组合 同时从原材料的安全性上来说 我们也是获得了澳洲原材料的组 这个这个原材料的认可 以及多项资质的保驾护航啊 保驾护航 那最后呢 我们看一看这个适用人群啊 什么样的人来适用呢 基本上讲的18岁以上的人群 你都是可以来适用的啊 你只要18岁以上 我建议你多多少少 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因为现在的社会压力了 无论是 无论是你自己去打工也好 还是你自己去当老板也好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压力 压力之下你身体 势必就会有状况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手机现在越来越普及了 现在大家无论是做公交也好 做地铁也好 无论是你带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基本上来讲 这个不离手 看手机你的颈椎肯定是有问题的 而我们现在很多这些家人 他们用完了 我们伙伴们用完了这个产品之后 其实都会有反馈 自己的颈椎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善 那怎么样来用呢 你可以每天早上在空腹的时候 使用一粒 然后观察一下你身体的反馈 那如果说你身体觉得 我用一粒就已经有了很明显的反馈 那你可以持续性的用下去 那有的人会觉得说 我用一粒好像没啥感觉 那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就是 你是你本身来讲就非常的好 你是你本身来讲就非常的好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用一粒来讲呢 其实它不会有让你很明显的感受 就是你的本身 身体是很健康的啊 还有的人会觉得说 为什么没有感觉 可能真的你身体的感知能力比较差啊 就像有的人会说 同样的疼痛 为什么有的人感觉不到 有的人会觉得很疼 那你可以尝试用两粒啊 来试一下 我们这里说有没有最大量呢 其实最大最大的量 就是每天早中晚各三粒啊 这个是最大的 就是每天不要超过九粒即可了 因为就是我们说的 你人体的其实吸收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啊 你用了太多 也不一定有 就是说效果就会翻倍啊 这个东西就是 你控制这个度就可以了 就最多最多不要超过三粒 那我们其实 从现在市场上的反馈 搜集上来看的话呢 大概每天两粒 基本上来讲 你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啊 非常明显的感受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 下一个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这个叫做 抗摔免疫的一个小测试啊 那这个测试呢 大家也可以拍下来 也可以看看自己的抗摔的能力 或者说自己的摔倒的能力是几分啊 如果你的分很高了 那可能你可能就需要有三粒了啊 如果你只有两分 那其实你用的力就就足够了 其实保健品对于很多人 大家都知道 我一直所遵循的一个观念 就是因人而异啊 根据你个体的一个状况 你去调整 不是说大家怎么吃 你就去怎么吃 这个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的身体都不一样 每个人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这里我们就要来说一说 我们的这个体感啊 大多数人的体感其实都会 大多数人的体感呢 其实都会有一些这个 发红和发热的一些个症状 其实这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其实我们都讲 我们的人体里血管多多少少 都会有一些堵了 只是说你可能没有发现 多多少少都会有些堵 可能有的人只得20% 30% 特别是有一些这种叫微血管 我们说毛细血管的堵塞的情况 可能就会更多了 因为它更搭窄嘛 对吧 所以有的人他为什么 手冬天手脚就会有些冰凉的情况会出现 那通过来来补充内地价之后呢 其实它可以很好的来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 让我们的血流量得到一个增加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用完之后 觉得有些人这个两个手会发烫 会发痒啊 甚至会有些发胀发麻 其实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啊 你不用去说啊 是不是有些这个这个反应不好啊 感觉不能吃其实不是的 这是一个你身体在自我调节的一个过程 它是让你身体在逐渐逐渐的啊 慢慢的去恢复这样的一个平衡啊 所以有这个现象呢 其实我觉得只要不严重 那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非常好的表征啊 证明你的身体是在往一个好的方向啊 去发展啊 好的方向去发展 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早餐啊 以及我们这个NAD家这样的两款产品 给大家来说明了我们这个提高免疫力的一个重要性 那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这两款产品 能够帮助大家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那早餐呢 是提高我们免疫力的原材料啊 NAD家呢 是提高我们免疫力的工具 那有了原材料 有了工具之后 那我相信其实啊 各位一定会让自己的免疫力能够更上一层楼 好了 那我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